打开粽叶肉粽香扑鼻 但里头这香菇蛋黄肉片馅料 通通变贵了 除了蛋涨价也坏 就是可能运输费它也含在里面 所以它说一定要涨 之前卖60 现在卖65 上游成本涨了 小摊商也撑不住 光是近期蛋价波动压力就很大 去年底鸡蛋每台金44元 现在已经涨到48元 就连鸭蛋也贵翻天 同一个时间点 每台金也从38元涨到43元 鸡蛋就真的有差了 鸡蛋差太多了 以前一斤买好像20块30块 现在一斤买要到40 50的 我觉得前的1000块 跟之前的1000块比起来的话 差不多剩一半左右吧 只要鸭蛋做的都全部涨价 鲜蛋皮蛋鲜蛋黄都涨五角 之前才卖7块 现在都要卖8 现在卖8块 之前就涨了 现在又要下礼拜又要变8块半 接下来一个多月后 就是端午节 鸭蛋用量需求只会更高 也牵动价格水涨船高 蛋鸭的成本又比蛋机的成本 又多了六分之一 因为又遇到那个节庆日 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后面 后续就是中秋节的节庆 就是鸭蛋的比较大的季节 而且我们的成本已经压抑的很久 也不断的那个飼料成本高涨 已经复合不了 物价回不去已经是缺失 消费者荷包缩水速度 接下来也会越来越快 欢迎新闻红石城 吴明页刘佩婷 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